我们进入部落一个多月以来 遭遇了许多困难 设想过的或是医疗外的困难 曾经一度让我们迷失方向 忘了初衷 很庆幸的是许多热心的人愿意一语道破我们的问题 所以过程中给了我们更深复的情侣 这就是包衣 包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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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满整个 привет 你好幸福啊 哈哈哈哈 其實壓力很大 好 看錯看錯 我剛剛怎麼騙到我 好 看一下 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太子弟的 太子弟的 這有過年來的一個嗎 好嘞 就這樣放 它是 這樣是碰到的 那邊是竹東嗎 你看那高高那個酒站頭 那我是想說 有電影從來去外的地方 可以把一些我們的特色 電視啊 租屋啊 現在用一個大概一公尺才於1.5公尺 這麼好 這麼特別的那個文化船上 因為現在就是我們剛剛發現就是 待會幾個太高貨上的女生 就是很多人都年輕人 就是已經 感覺慢慢在試船 真的覺得很可惜 這樣子 然後能做到的 就是練習之前 只要能夠 啟動 大家開始走 但是 之後繼續 我們才會是要 靠大家的力氣 這個好健康 好健康 對 對對對 你選一個天空的顏色 請顏色 黃色 那我就 一開始 我們給自己很遠大的目標 但實作過程中才發現 核心目標其實很簡單 也是最困難的 就是與居民們建立彼此的信任 然而體會最深的是 我們和梅花居民的學習 有期許令人平高 然後 實在過once 一選 靠歐 選擇 來這裡 亞歐國小 亞歐蘭 在哪裡 這是 會 小心 从瀑布道的定位 绘制部落的地图 文史资料的收集 或是教会的参与 这些梅花的小日子里 有笑 有累 有辛苦 现在重新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小孩 抛弃原本的自己 重新学习 学习长老们的智慧 用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个美丽的梅花部落 Aleluia Aleluia Aleluia